大家好 歡迎收看收聽《疫情下的反思》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加拿大國會議員江慧晶 溫議員 你好 大家好 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什麼時候重症? 簡單的就選了出來的就是溫哥華東區的國會議員 之前我是做了在比士省的省議員 其實做了省議員已經有19年了 所以我重症都有很長的時間 這次新冠病毒的COVID-19就影響了加拿大全國人民 我想問一下國會是什麼時候停休會? 為什麼會選擇休會呢? 其實我們休總會已經過了幾個星期了 就是在Spring Break之前 COVID-19就越來越多這些個案 在國會的時候我們就會停休會 Spring Break那段時間之後就決定了我們就回到重會 最主要就是醫療的expert就叫我們 我們最重要就是所謂的社交距離 所以我們就沒有在溫哥華那裡重會了 我們停了 在國會那裡就有小部分的國會議員 所以每一個黨就派了一些代表回到國會結束 看到加拿大政府可以改來 營動的國會 不用坐機去到奧泰華來開會來做這個代表 OK 那你們現在是放假還是正在做事? 我們現在真的由早到刻都是在做事的 這樣其實還可以說更忙 我們在開國會那時候有不同的困難 我們要陸續這樣來幫他們 來看看怎樣解決 還有政府剛剛宣佈了這個緊急的協助給加拿大人 但是它這個SERV有很多流動的地方 有很多人都不合格的 尤其是小商業的人 譬如他們現在還有一點點的入息 他們就已經不合格的了 有些人有很多不同的part time的工作 就算他雖然大部分的工作已經失去了 但是還有幾個小時還可以繼續做工的 他得到那幾個小時就已經取消了寶座的 另外有一件事剛剛在我的constitution在討論 就是他是一個 討論人員 他其實他的討論已經是關門的 99%他的討論也都沒有來找他幫忙的了 但是他們也有幾個討論 剛剛出了語的 剛剛開完手術的 他們就非常需要這個討論的 但是他接了他的那幾個案子 那它就不合格拿到這個SERP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難題 我們盡力地處理 沒有推動政府要改善這個SERP 所以我們新聞主黨其實提出來 其實應該說政府應該做 就是不是這樣的做法 我們提議出來就是這個所謂 就叫做guaranteed income 給到全部人的 就每一個SERP 就加多250元一個10元仔 這個難的入息沒有改變 你為什麼要給它錢啊 其實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政府是可以很容易處理的 這樣就寄了給了2千元給大家 但是到時候呢 其實他們是沒有這個需要 只要他們的入息沒有減低的 沒有影響的 這樣呢 他們到稅那時候呢 是可以放出來的 這樣政府呢 就是可以在報稅的方式呢 拿回那2千元的了 逃過了這個困難 如果那些小商業 physiotherapist 失去physiotherapy 又得不到 又對它自己的身體有影響 甚至或者會可以 會令到它要再回到醫院 在這個困難的時間 還回到醫院給一些壓力 醫院呢 這個就更加是不好的了 所以我們是要防止這些這樣的情形 還有過了這個COVID-19之後呢 我也都很希望那些小商界的朋友呢 不是全部收拾的 如果我們真的不幫它逃過了這段困難的時間 它們全部收拾了我們日後加拿大的經濟那方面 所以我們是推動了很多這些不同的項目 來支出給政府 讓它知道呢 它們這些提議出來呢 有很多地方是缺乏的 應該怎樣改善 剛才你講得挺好的 因為加拿大應該這麼說 近10年來互聯網發展這麼高速 形成了很多是一些自僱人士的 包括了一些比如說 地產啊 保險啊 速遞啊 藝術啊 那類的人 他們似乎在今次 就是自由黨政府裏面呢 他們是完全滅壓了這一幫人 就是沒有任何的保障的 但是將來這一幫人 他們退休的話 那政府 啊 缺乏了有很多的地方 也都是表示到 其實他們 沒有解現在今時今代的人的工作的情形的 如果你失去了三份part time 還有一份剩下幾個小時 那你剩下那幾個小時呢 你就全部不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了 那現在這個年代的時間 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part time工的嘛 它要做幾份才是搞得怎樣的嘛 那你賺了一點點錢就告訴它不合格 那些商業 那些商業 你是不是真的想那些商業全部撕掉了 就讓它們大家全部 真是沒有辦法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入息 撕掉了這樣呢 不單止他們的商業失去了 他們的房屋都有問題 你會不會想在這個pandemic的時間呢 就讓那些人現在變成無家學歸 你還怎樣搞法呢 所以其實呢 政府它那個serve那個program 審佈出來 我就覺得呢 講了就講了就搞定了 但是你看回它的內容 你怎樣進行呢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缺乏的 另外一個問題呢 其實沒有很多人提出來 我們的辦公室現在也是搞的 辦公室現在是搞的這些的 這樣有幾個禮拜 三四個禮拜 申請了一個退休金 還要回覆它 打電話去Service Canada 想找工作人員 那怎麼搞呢 所以就因為現在政府全都擺去搞那些serve的問題 它那些工作有需要找它們呢 找也都找不到 所以就真是 你叫那些聯絡那些人 他們那些人又不合格拿商的嘛 因為它有加拿大那個退休金嘛 那你怎麼搞呢 他們的情形怎麼搞呢 找不到人來process它那個退休金的application 所以政府我覺得呢 越搞就越多困難 所以我們的提議就給它一個 就是不是那麼確定 一劑就搞定了 是的 還有這些人手就可以省下那些人手 不用搞那麼多這些reactive 事情嘛 就可以處理應該它做的那些事情 這樣呢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是好很多的 其實這次聯邦政府對於疫情的援助呢 工作很多時候都覺得 為什麼會搞那麼久呢 因為3月初已經出現了 現在一個月都還沒搞得到那個plan 現在還才開始叫人去申請 另外呢 就說出了這個CRB 這次呢 也都會有一個叫wage subsidy 可以資助75%的員工的那個申請 那我都跟一些餐廳老闆談過呢 就說 他們的生意跌了85% 現在所謂就是開營業 主要做外賣啊 還有take out 的東西 基本上是老闆自己上班去做 而員工大部分已經lay off了 或者要他放假 那就是說 根本就 餐館都沒有足夠的生意去support那個員工 就是留那個員工的運動 你給75%的話 我仍然都要給25% 那是不是很實在 很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就是讓人覺得就是會不會是這個 就是有問題就 就是頭腦依頭 腳腦依腳的情況出現呢 是啊 所以我覺得政府它這些不同的 那麼多的所謂的program 始終就是非常之缺乏的 所以我們的提議出來呢 就說給這個guarantee income for all 就全部的人在加拿大呢 都可以收到2千元 大人就可以收到2千元 10元仔 就可以加多2百五元 就可以讓大家通過了這個困難的時間 然後又後來怎樣處理 還有我們也都還要想呢 就是怎樣可以幫大家搞好他們的商業 還有幫大家搞好加拿大的經濟 還有政府呢 其實你真的說得沒錯 成幾個月了 講來講去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在開國會的時候 自由黨政府說我們全部政府人手都在處理這件事 我們有了一些計劃啊 這樣在那裡這樣講 講來講也很聽 但是事實現在是很明顯 表示給大家看到他們其實是沒有這個計劃的 除了這個支持大家的負擔的問題之外 講到醫療那方面 我們現在真的有很多地方呢 有很大的困難 講到那些口罩啊 那些ventilator 那些傳統的需要的醫院啊 那些醫療的人要需要那些 那些 PB啊 全部現在 個個都不夠的 個個都說 就是要多的需要就找不到的 那所以在他頭頭說不用擔心全部準備好了 那現在很明顯 給大家看到其實 叫人不用戴口罩的 說戴口罩還衰 還會 那個菌 那現在 那所以有很多地點 哇 你們真的有沒有搞錯 這樣搞法呢 我們就是他缺乏的資料 還有資料比是出來錯的 市省我們這邊也有這個大的問題 在那些社區那裡 多一些這些協助 協助人民的機構 那他們那些機構呢 全部就是做這個 所謂叫做essential service 是需要他們出來做事的 但是呢 他們那些工作人員呢 全部沒有口罩的 沒有這個protective equipment的 那你真是 真是擔不擔心啊 大佬 你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真是會 那些工作人員 不單止他們自己個人 是要擔心 還有他們回到家 會不會 就是惹到那個菌回來 惹到他們自己的家人呢 這個也是問題之一 另外也都要說 要多些來test 看一下你有沒有這個菌 但是我也是缺乏的喔 這樣呢 就有些人呢 就是有些不同的symptom 找去看醫生又成啦 這樣呢 甚至乎我有個個案 就是他們叫他 打911 就去了醫院 去完醫院之後呢 醫院就說 不夠test kit 就叫人家去完醫院 那 然後說 如果你還有些嚴重的表現呢 你就再次打911 那人家是打911 才入院的嘛 那你進到醫院就說 不夠test kit 就叫人家去完醫院 是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要處理這個護衛器那方面 以及這個測試器那方面 最低限度我們要有足夠的器材 給大家用來處理這個問題 在疫情初期 安省的新聞主黨 Andrew Horov 曾經在Twitter提過 安省保守黨政府對於疫情的通報 那個資料是不得透明度的 我想問你 作為國會議員來說 對於你自己覺得 或者民主黨覺得 自由黨在處理這次疫情的通報 消息方面的通知呢? 其實我覺得它有一點是缺乏的 我自己 Health Critic 我呢 就在Community Dr. Theresa Tam 那些Health的Official 問他那些問題關於這個COVID-19 第一個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我就問他 那些人如果他們是沒有症狀的 沒有印象說他是怎樣病到 或者會有這個菌的 就是所謂叫做Asymptomatic 我聽到的資料呢 就是說在中國那時候的醫療部長呢 已經宣佈了出來 就是說 那些人就算是沒有這個症狀 他們都或者是會有個菌 而那個菌都是可以傳染到給第二個天的 我簡直這樣問Dr. Theresa Tam 這個問題 這樣他回覆我呢 就是說 不是 現在沒有什麼science 你是表示 應該就回覆問中國 他們那個醫療部長說了出來 就說是會Asymptomatic 沒有症狀 就可以傳染給別人 那些資料在哪裡來 是不是真的實際的 所以我們要我們自己知道 要直接向中國來拿這個資料 這樣說完到現在 他們都還沒有問中國這個問題 現在很明顯就有很多不同的報告 表示了出來 就是可以 會引到給別人這個菌 如果就算你是沒有症狀 你都可以引到給別人的 現在就很明顯地表示出來 但是那時候初步我問他 這個是重要的問題的 因為如果有些人不知道他有了個菌 但是就到處去就引到給別人 這樣就很容易一個人一個就引到周圍善殺 就沒有人知道是怎樣回來的 所以我一直追問這個問題 但是那時候我問這個問題 他們好像當我傻那樣 聽不到 就是不理我那樣 再繼續他們說是WTO可以的了 什麼什麼我們可以的了 大家不用擔心 也告訴大家聽 這個加拿大那個危險是很低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說這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現在事實很明顯 我們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也在想 如果當時他們不是當我傻的 這樣問這些問題 真是直接去中國拿到這些資料 我們不會做一個好一點的方式 一個計劃來處理這個問題呢? 所以我覺得政府 Andrea Hobart 說的真的是對 我就覺得政府所做的一切有很多問題 就是Government Transparency 也是一個鍵點 究竟有沒有對反對黨或者國議員一個好的交代 對公眾有沒有很清晰的問題 因為其實如果政府的transparency不高 民眾的猜疑有很多fake news出現的 這樣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是啊 還有他們不直接這樣回答我們的問題 就是我們問他的問題 他就說了東就說了西去 他就始終轉彎活角這樣不回答的問題 就變成了那個問題就越來越大 不單止信任政府說的東西是失去了 其實對我們全部的安全的那個問題 都做了一個大的問題出來的 所以我相信現在到了這個地步 當然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來搞好 來處理這個COVID-19的徵狀 但是日後過了這個pandemic之後 我覺得我們也要重複回去看回來 我們每一個程序在哪裡做得對 哪裡做得錯 而下一次如果有這樣的pandemic的問題 我們真的要有一個做好的準備 好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節目叫做 尤其是怎樣幫法呢 就說那些奇嬰 有很多奇嬰現在不能出街買東西 還有他們電腦就有不同的病痛 所以出街也是危險的 所以他們就是說出來幫忙 就是可以幫那些奇嬰 去送餐給他們 可以放在門口那裡讓他們自己來 讓奇嬰是可以有這樣的不同的支持 年輕人尤其是在我們華域這裡 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都是這樣自動自覺去做事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大家真的很關心大家 不是說在這個pandemic的情形之下 自己顧自己 大家想起有很多有困難的朋友 不可以負擔得到或者有些什麼不同的困難 大家真的很樂意這樣出來幫忙 當然在這個幫忙的情形的事情 大家也都要小心一下 這樣就要安全 所以這個personal protective recruitment 那些人 那些口罩等等 那些是非常之重要的 最後也要提醒大家 最好的防止的方式 也都是真的一味洗手 一味洗手 還有如果免得出街 就希望大家不要出街 在這個時間 OK 好 多謝關議員接受了一半次訪問 希望這個疫情盡快過去 我們有什麼再跟進 謝謝大家 好 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阿光阿光啊 掰掰